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进入深一步的境界啊 他就会真正的如梦幻泡影 比如张凤驰先生 他在岩市口破虫关 突然看到 这抬着他的轿子怎么如梦幻泡影呢 就注入外空境了 他就用手一揽 轿杆就被揽过了的嘛 哎 他就想到干脆我下去 一纵就空了 人家抬个空轿子 他就从那墙壁一钻 而钻到别人的屋里头去了 就真正的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了 他正到这个程度 但此时这位老人非常有功底 因为他的学识很高 他对佛法啊 是研究精深 而且他自己的正进正德是毫不含糊 正知正见 是十分清明了绝 所以从来不执着 做如想观 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是实在的 后来正到了大成就的境界 无论是什么大响小响声 凡是听到这种响声 都不要认为是实在的 世俗上的普通人就认为它是真的 等于是好像到了城市的闹声认为是真实的一样 实际上是分别心造成的 这里再三告诉我们 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又说成分别心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分别心了 自然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 所闻想者无声无灭 听闻道的响声 它想起来的时候 没有的 于自信空 那么它消失了 也不是就没有了 于幻化转 无声无灭 根本与我们的自信没有关联的东西 自信中没有这个东西的 非有非无也 悟般若之人观诸声响皆为菩提妙音 悟般若的人观到一切声响都是菩提的妙音 故而不值 他根本不执着 要观菩提妙音 那是不是就想 哎呀 好好听啊 你一认为好听 就起心动念 就不是般若了 不要执着才是菩提妙音 我们现实生活之诸响均为非实 当作虚响之官 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响都是虚响 怎样观如水月 人生于世 昔皆六大虚幻合合原生 实则如水月 水月者如清水中见月亮 其向时有 用手取之则无 而即时非水中有月 所见月者 幻显所成 就是说啊 同学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 一切都是六大虚幻合合生成的 地 水 火 风 空 石而组成 实际上等于就是水月 就相当于清水里头看到一轮明月 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清水一动 明月就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用手去摸它的时候 月亮也没有了 实际上是月亮在天空所倒影下来 但是天空是否有月呢 天空也无月 也是虚幻的 为什么说虚幻 这里又告诉同学们了 你们的身体本身都是虚幻 因此月亮也是虚幻 凡是四大肢体都是虚幻 都是注入成柱坏空的东西 都是当体极空的东西 怎么不是虚幻呢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一切有为之法 西街应作水月观 我们把所有一切事情都要看作水月 都不实在 看 观 还要实在的正啊 正到如水月的境界 这里处处叫你们观 当然 你们能正就更好了 怎样观如浮泡 浮泡者如天下雨时 落于水中所起之泡 这个浮泡啊 就好像天上在下雨的时间 落在水里头 它得而易打 一下就散了 又好像是大河中的水 冲在岩石上一碰的时间 水一急 气流一活餐 冲在气泡中间就产生泡 但是它会刹那泯灭的 一下就散了 因此啊 所呈现的一切泡影 都是虚幻不实的 会刹那消失的 但尽管是泡子 泡子的大小 各种显现 都是属于水性一味 这个道理非常之深 这里就讲明了一个 真空即是妙有的道理了 就是一切现象 虽然是幻化 如若不直 则妙有化为真空 如若直起 则妙有成为凡俗幻境 它的差距就在这里 不能执着 要知道水性一味 如众生一别于诸佛菩萨 但法性难属一味平等 就是说 众生跟佛菩萨 虽然是有差别的 实际上 他们的本性是平等的 一样 没有高低 差别只在迷雾之间 众生迷其六大甲合之身 众生迷到六大甲合的这个身体以后啊 就不晓得他们的身体属于浮泡 诸佛正得此理 故知而观一切有情 世间诸法如浮泡 就是世间的一切法如浮泡 由是得知在日常生活中之一切 均作浮泡观之 众生跟诸佛菩萨的差距就是 众生呢 就是迷 用六根指五蕴 指我法二指而生存于世界 诸佛呢 就是六根平等 空寂五蕴 五蕴实险于妙有 而不空五蕴 诸佛是实险于妙有 而不空五蕴 不需要去空五蕴 不需要去正菩提 一切幻显皆属妙有 皆是般若之至 而正得十项妙有以后 才能转换成妙 在这么一种境界上 就知道一切皆是浮泡 这个道理就越讲越深了 你们越来越要开始坐飞机了 我跟你们说 前面讲要空五蕴 现在几句话 突然说五蕴不需要空 这你们就很不易听懂了 这里面啊 有正得比较高的 比如说他就能听懂 这是真空妙有的关系了 但是先不要管 总之一切作为浮泡 先空济五蕴再说 怎样观如虚空花 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 无众生无诸物 一无所有 就是说虚空的花啊 是非实有之法 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 就是说不是实有的 是空患的 无众生无诸物 一切都不存在 一无所有 没有时间的长短 寿命 过去 未来 现在的现象 众生愚痴 迷乱心性 迷起本性以后 任妄为真 任妄为真 才有男相 女相 人相 我相 众生相 等等相 好坏之区别 那么不认妄为真 注入本性以后 就不存在有分别心了 舍弃诸法实相 执着 假和 虚妄 这就是众生的行为 如果说是不执 假和的虚妄 不舍诸法的实相 而又不执 诸法实相 那就是解脱的本体 由于认其 有众生 男女 诸所物件等 执着一切假象 才认为有众生 男女 诸物所有存在 有同学们在此 做着听法 昼夜横持直用 就是说 整天整夜啊 这样用 由事而不明 此乃属虚空花 他们就不明白 等于是虚空花 如烟炮火焰 刹那展现虚空 实则顿然虚无 就好像是烟炮火焰 前两天 初一三十来放鞭炮 厉害的呀 打得来变虚空 都是虚空花 刹那陷了就刹那消灭 刹那就没有 行者在行持中 于正境之际 常有多种幻象实现 变化无穷 当作虚空花官 我们修持好的行者啊 经常出现这个现象 经常来问 上师啊 我出现了什么 这是虚空花 不值一提的 你们应该做的是 虚空花官 而值得一提的是 你们怎样在行持 怎样在减点自己的行为 怎样在如法修行 当然给上师提一提 有时候给你更正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没有正道 这方面的同学呢 就要争取努力 没有虚空花 没有玄火轮 也无所谓 有了的 应该做虚幻而观 也知道它是假东西 众生于日常生活事物中 亦附应如是 知理观尽不可执着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应该当做虚空花官 知道这个理以后就晓得 哎呀 无所谓 管它的 这都是虚假的 要做虚空花官